大家好,我是综艺大夫李仲辉 现在有好些朋友就和我反映 说是早晨一起来,嗓子特别不舒服 一刷牙齿还有恶心 平常人家总是觉得嗓子有异物感 觉得嗓子紧 或者非常有的感觉痒 或者有一点痰 这就是卖些咽喉眼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解决起来好像是很麻烦 因为市面上也有好多治咽喉眼这种药 有的时候用起来 效果要好一些 不用一停 结果又犯了 我给大家出个简单的方法 吸清果 10克 木骨碟用3克 把这两个药放在一起 然后我们每天有喝茶的习惯 就不要喝茶了 把这个药放在咱们的茶杯里 然后用开水浸泡 泡一半的15分钟左右 就可以慢慢饮用 如果水喝光了以后 可以再继续续一些开水 我刚才说这个10克的西青果 和3克的木蝴蝶 就是一天的剂量 煎成这样 每天这么喝的一个茶饮 一般情况有个10天左右 这种咽喉眼去慢慢的缓解了 就像这个1克蝶 和3克蝶